2 2 1 學生畢業日太開心 周同學在小內漁池游泳季賽 引起周圍同學歡呼看熱鬧 同學邊遊邊後悔 大汗太臭了 地點就在台中某私立高中 影片PO出網友熱議 會被記什麼處分 校房對此不回憶 但影片事發在四年前畢業季 學生懷念青春才又PO出影片 而在另一所私立中學 也有必點瘋玩事件 OK 這次難 來回要幾秒 學生耍鬧玩到翻越 女兒牆走在建築廊道 遮雨棚上面超危險 他要再來 他是活影吧 學生驚險走到對象 居然還要再翻一次走回來 急迷學生把危險當遊具 翻牆行走 其他民眾看到也搖頭 好危險耶 看自己的隔離很硬 可是還是危險啦 校房澄清這是在兩年前的 畢業日發生的 當下有立即跟家長以及學生聯繫 當時學生也趕到 相當懊悔反省 幸好學校設施夠堅固 才沒發生意外 除了畢點瘋玩 私立高中停車場也很有看頭 千萬元級別的名貴車種 賣巴赫就停在校園 旁邊還有各種雙逼保時捷 特斯拉等名車 有車商表示 整廠一二十台車 用新車價格估算 總計五到六千萬元跑不掉 玩入進口車展示場 也讓剛畢業的高中生 都好奇跑到停車場上車 記者 陳廣任 彭源飛 台中採訪報導